佛是什么 佛这个字是印度梵文英译过来的 它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 那么换句话说 念佛念智慧念觉悟 这个字是可以翻的 为什么古人不翻 它不翻有它不翻的道理 从前翻今体列有五种不翻 这一种尊重不翻 我们对佛这个字很尊重它 不翻用音译过来 它说的智慧是无数不值 它所讲的觉悟无数不缺 我们普通概念当中 智慧跟觉悟 范围没这么大 也没这么深 所以它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究竟圆满的觉悟 这是佛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佛佛想念 要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上 念念都不离愿 那就是这一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